爹 你给我滚出来 做儿子的保证不打死你 卧槽 房玄灵 你这儿子简直就是到反天罡啊 你怎么有脸向朕提亲啊 陛下 这逆子估计是又犯病了 陈这就去好好教育下他 逆子 快给老子下来 老子今天非得让你感受下什么是负安 你当我傻了 有本事 你上来了 反正这树干这么戏 大不了 咱俩一起掉下去 你个混账玩意啊 你小子是不是又犯病了 老子又没招惹你 干嘛踹老子的门啊 谁让你去求陛下 赐婚高杨公主的 我和你说快给小爷 去推了这门婚事 不然我天天让你不得安生 混账玩意 高杨公主乃是金枝玉叶 能够下嫁于你 乃是你的荣耀 别不知好歹 狗屁的荣耀 要娶你娶 荣耀给你 反正我不娶 混账 你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啊 婚姻大事 岂能由你胡来 你不娶也得娶 老头子 给你一分钟时间 好好考虑下 要是不去退婚 小爷就让你做不成爷爷 让你防家无后 这小子还真是个狠人啊 连这招都想得出来 是个人才啊 哪来的狗东西啊 笑个屁 这么严肃的时刻 都被你破坏了 快给老子滚 完了 彻底完了 这兔崽子竟敢给陛下一巴掌 这他妈的 不用等绝后了 直接要满门抄掌 陛下饶命了 这小子有大病 是个傻子啊 您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陛下 莫非这家伙是李二 大唐皇帝 过头 你个皇帝 没事穿什么垫服啊 我还以为是个下人啊 这下完蛋了 才刚穿越没几天 就要回去了嘛 阿爸 阿爸 我是个傻子 一个大傻子啊 傻子 是你傻还是朕傻呀 普天之下 还未有人敢给朕一巴掌 没想到今日被你小子打了 当真是该死啊 方向 你跟随朕多年 朕就止住手恶 不牵扯其他 反正你儿子也是个傻子 直接弄死算了 大不了朕再死你几个美女 你再剩两个 你妈 止住手恶 是救杀了自己吗 嘿嘿 爹啊 我的好爹爹 您快救救我了 我可是您亲儿子啊 我还不想死啊 而且您都这把年纪了 估计也申父出来了啊 陛下 您之前不是答应将高阳公主 许配给这逆子了吗 一个女婿半个啊 还请陛下 别和自己孩子计较啊 饶她一命吧 逆子 还愣着干嘛 快叫岳父啊 怎么还要娶这高阳公主啊 要是现在服暖 或许现在不用死 可以想到 以后要被律 那可是真不如此啊 爹 这不行啊 我是真不想娶高阳啊 这简直彼此还可怕啊 好你个房压啊 不仅打了阵 还如此嫌弃咱闺女 今天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来人啊 给我抓出去砍了 很快数个侍卫从外面跑了进来 一个个皆是面色严肃 卧槽 这次真死定了 怎么办啊 系统 系统你快出来了 不行 没有系统 也要自救才行啊 要想个办法 将功捕破才行 陛下饶命啊 我有遗物 可以增加战马的使用寿命 希望能将功抵罪啊 哼 笑话 就你个傻子 能想出什么办法 解决这一难题啊 是啊 就你这脑子 哪里能想出什么办法 还是快认错 娶公主吧 哼 娶个屁 完了 现在老子不嫁了 既然你小子说自己有办法 那咱就给你个机会 要是不能做到 房下 你就等着收尸吧 陛下放心 我既然敢说 那肯定能做到 您跟我来 我这就把这法子给您画出来 您到时候一事便知 很快几人来到了书房 而下人则是拿起纸笔 画了起来 陛下请看 此乃马蹄铁 可以安置在马蹄上 马蹄穿上了鞋子 如此一来 不仅可以增加 战马的使用寿命 而且哪里都能跑 再也不用担心 会伤到马蹄 嗯 此物当真有效吗 当然了 不行您可以让铁匠 打造出来试试 要是没效果 您再处罚 我也不迟啊 陛下 据臣所知 以往咱大唐战马 有六成都是损耗 在这马蹄上面 要是这马蹄铁馆用 那咱们大唐 每年可是能够 省下上千万贯啊 不管有没有用了 先帮这兔才子 忽悠住陛下再说 等后面陛下气消消 再想办法 保住这小子的命 呃 倒是可以一事 此法倒是新鸣 做不定还真有用 方向 看好你儿子 咱先回去试试 要是没效果 再找这小子算账 带李二走后 方玄灵一脸 无奈看着自己的傻儿子 哼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虽然这次你保住了小命 可是万一那玩意不管用 你肯定还是要受皮肉之苦的 爹 您就放宽心吧 这马蹄铁 绝对管用的 哼 真是拿你没办法 算了 要是到时候此法无用 老夫再替你求情吧 不过你小子都没见过高阳公主 为何如此排斥啊 哼 我总不能和你说 我是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吧 知道原主娶了高阳公主 不仅不能碰对方 还要为其偷情放松吧 呃 爹 如果我说我梦到一个老神仙 他让我不要娶高阳公主 你信吗 哼 你看你爹像傻子吗 呃 爹 既然这个骗不过您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即使我不喜欢女人 喜欢男人 要是和高阳公主成亲 那传出去 可是今天丑闻啊 被陛下知道后 估计会连累房家啊 儿子不愿如此啊 去你大爷的 撒谎也认真点了 还喜欢男人呢 你小子天天往青楼跑 真当老子不清楚吗 卧槽 大爷了 忘记元姐 是个什么人了 这他娘的还有什么办法 能毁婚的 在现在 哎 别在那憋什么屁了 老实交代 是不是看上谁家姑娘了 为父给你盘损一番 哦 爹 没想到 这都被您看穿了 既然如此 我就不瞒您了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是 常乐公主 她素有贤名 这天下还有哪位女子 能够与她相比呢 我去 你小子疯了吧 简直就是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啊 算了 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一日 李二传唤了房玄灵 房玄 你这儿子不傻呀 这马蹄铁果然有效 咱昨日已经让人 打造出来试过了 果真是好东西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宝贝了呀 还真管用啊 自己昨日那是缓兵之计 才复合的 还想着今天 怎么平息怒火呢 陛下说笑了 老臣也是昨日 才知道此物的 之前那逆子 从未提起过啊 估计昨日被您吓到了 才拿出来的 哦 看来你家这房依爱 并没有咱们想象的 那般简单啊 这不至于吧 陛下啊 求放过啊 哪里不至于 若是傻子 如何能想出 这马蹄铁的构造图纸呢 要不咱们再测试一番如何 啊 少爷不好了 公立传来消息 老爷被陛下管入田牢了 啥情况啊 洛飞是 马蹄铁不管用 不应该啊 还是说李二 这家伙小心眼 不守信用 打算对方家动手了吗 少爷 不好了 夫人听闻 老爷被关 去向陛下求情 现在也被扣下了 卧槽 李二 你有点过分了吧 雷神啊 朕以大唐皇帝的身份 命令你 诛死妖邪 炸 卧槽 防衣爱你大爷的 说好打配合呢 人死哪去了 怎么还不引爆炸弹啊 这样朕很尴尬 知不知道啊 大卫天龙 搬入巴马轰 雷公助我 给我炸啊 小兔崽子 你怎么还不引爆火药啊 待会要是让陛下下步来台 非得给咱家来个 酒族消消了 谁让李二那家伙 之前要坑我啊 火要炸开 一阵巨大的轰云声响起 整片大地都开始颤抖 卧槽 这陛下当真能召唤神了呀 百官们都被震撼到了 纷纷跪下 高呼万岁 太妨了 通过这次装逼 自己这皇权将会更加巩固 自己总算是站起来了呀 真他妈能装啊 关键你装也就算了 干嘛非得炸我府邸呀 一日清晨 房依爱还在呼呼大睡 逆子 为什么茅房会有老夫的宣纸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卧槽 大意了 忘记把这宣纸收起来了 要说这穿越古代 其他都还能忍受 就是这上厕所 实在是受不了啊 那木头骗子 擦不干净不说 关键用起来 还怪怪的啊 呃 爹 那啥 你且息怒 听我细细道来 哼 我听你个大头鬼啊 逆子给我受死 卧槽爹你真动手啊 不就是用你几张纸骂 至于骂 哼 其他事情你犯魂也就算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对这玩意下手啊 老子今天抽死你 疯了 这老头疯了啊 救命啊 总算是甩开这老家伙了 不容易啊 这些文人默克 真是矫情 家里又不是没钱 差那点宣纸嘛 现在真是有家难回 生活咋就这么艰难啊 还有以后上厕所咋办啊 难不成 我还得再去造个纸嘛 妈的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敢谈小爷的脑壳啊 话刚说完 王一爱就被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汗揪了起来 呦 小兔崽子这才几天不见脾气渐长了啊 我去 这大块头从哪冒出来的啊 长得也太恐怖了吧 估计一拳下去就能把自己给送走啊 大哥您是哪位啊 找我有事吗 咦 你这小子不认识俺了吗 看来你小子是真得了失心疯啊 我去 园主该不会得罪过这大块头吧 要是真得罪过自己就完蛋了 那 那个大哥啊 我之前病了 醒来后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如果以前有得罪过您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哈哈 瞧你个怂样 真给你别丢脸啊 看好了 我是你程伯伯 小的不 啊 程伯伯 诺非此人就是混世魔王程鸟金嘛 难得抓到你这个小东西 走 跟老夫回家 程伯伯 我可崇拜你了 今日能够见到程伯伯 真是小只的荣幸啊 程伯伯 你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 我跟着你走回去啊 程伯伯 你的力气好大啊 真不愧是大唐第一武将 这一路上 防衣爱可是把毕生所学都用上了 毕竟自己还在对方手里呢 说点好话总没错了 小子 这一路说来了吧 来喝酒 多谢程伯伯 您这一次找我所谓何事啊 本来是打算揍你一顿的 不过 现在看你这小子 还是蛮对我胃口的 就算了 不揍你了 迷马 还好自己机制 忽然就惨了 多谢程伯伯 程伯伯真不愧是 我在大唐最近中的大将军啊 不瞒您说 我自小就崇拜程伯伯 今后必定时常来 拜访程伯伯 给程伯伯送点礼物 哈哈 你这小子 这吃心疯倒是没白得啊 来吃块牛肉 牛肉 程伯伯 咱大唐不是有规定 不能吃牛肉吗 这个啊 说来也奇怪 俺家的牛特别容易死 咱们吃的这头 是自己上吊死的 俺怎么劝都没用 让俺可伤心了 哦 原来如此了 不愧是程伯伯家的牛啊 真够任性的啊 是啊 咱也是这么觉得的 算了不说这些了 来喝酒 你这小子 俺看你酒量不错吗 就这样 在程咬金刻意灌酒下 防衣爱很快就脸红了 哎呀 话说你家那神雷是啥情况啊 卧槽 有诈 不晓得 大哥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为啥那天 我家突然就诈了 我估摸着 这应该就是陛下的神雷 陛下牛逼啊 此话当真不 小弟 你可不要骗大哥啊 当然不会 俺怎么会瞒着大哥呢 俺当然有什么都会告诉大哥的 嗯 不错不错 陛下 出来吗 这小子还是蛮靠谱了 三斤酒灌进去了 嘴巴还这么严 朕都听到了 没想到这小家伙 嘴巴还挺严实的嘛 都醉成这样了 还能保守秘密 卧槽 好你个李二啊 小心思还真多 我还纳闷了 为啥自己才刚出乎 就碰上了热成鸟筋 感情室被你派来 试探小爷的 陛下 您怎么在这啊 您好好的干嘛试探我啊 哎 毕竟神雷一事 事关重大嘛 而且你还小 真不太放心啊 不过现在已经过关了 以后不会试探你了 哼 李二啊李二 来而不往非离 小爷这酒不能白喝啊 陛下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卧槽 成咬金 快 快把这兔崽子抱走 恶心死了 来呀 你们几个老家伙 不是想威胁我吗 放马过来啊 别 别冲动啊 儿子 我们不逼你了 还不行吗 是啊 贤侄 你快把这火药放下吧 坏下人的 依爱啊 咱别跟这俩老头生气 不知当啊 方玄灵 你怎么回事 依爱这么乖的孩子 你凭什么骂他呀 还有你程耀金 你为啥一次又一次灌依爱酒呢 人家孩子之前就被你灌过一次了 现在你的娘又来 这谁受得了啊 陛下啊 这好像是你安排的吧 让我们灌醉依爱 试探一下这小子会不会保守火药的秘密 这才惹急这小子了吧 怎么到头来成我们的错了 程耀金你放屁 朕对依爱可是一百个放心 怎么会试探这孩子呢 他可是咱未来的好女婿啊 行了 你们别在那推来推去了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刚不是一个个气势汹汹的吗 怎么现在都怂了啊 有本事再继续威胁我啊 依爱啊 刚刚都是误会 咱别生气了 没啥大不了的嘛 有话怎么好说 只要你放下火药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此话当真 当真 只要你别冲动 一切都好说 行 那我不娶高杨公主 你帮我退了吧 依爱啊 咱能不能换个条件啊 朕需要你这个女婿 咱们必须是一家人啊 不行 就这个 要是你不同意 那就同归于尽吧 卧槽 是不答应这小子 估计今天就得交代在这 算了 留得轻身在这 不怕没柴烧 行 朕答应你 将你个高粱的婚事退了 现在能放下火药了吧 哼 想得美 李二你的事情 现在解决了 这不还剩两个吗 先知啊 我们也是受害着 求放过啊 想得美 你灌我酒的时候 咋不放过我了 行吗 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吧 嘿嘿 听说程伯伯家里的牛 都特别感性 时不时就会上吊一只 为了不浪费 我想连续一个月 去您家吃牛肉 您看如何啊 什么 连续吃一个月 这怎么能行啊 俺家牛再多 也惊奇你这么造作啊 这样啊 那就 住手 俺答应了还不成吗 呵呵 不错不错 程叔叔你过关了 爹 现在到你了 逆子 你连老子都想威胁了吗 爹 你说什么 有本事再说一遍 放下 你干嘛呢 是你对不起人家 一爱在先的 让他提点要求怎么了 一爱 你快说 正替你做主了 很简单 以后 我再加上茅房的时候 必须得安排好宣举 行 正替你爹答应了 现在条件都提了 可以放下火腰了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走 咱们继续喝酒去 算了算了 我们还有事 就先撤了 爷了 希望你不要怪为父啊 这次是陛下非要试探你 让我们打配合 我也没办法 爹 我明白的 不过你之前答应我的 可不能变卦哦 哼 为父在和你说正事呢 爹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 真拿你没办法 不过下次可不能这么冲动了 要是一不小心火药引爆了 该如何是好啊 嘿嘿 爹 你就放心吧 我才没有那么傻 跟你们几个老头 玩命呢 当时那个里面 根本就没有火药 只不会爆炸的 只是下下你们而已 接下来 房医爱每天都准时去程咬金家吃牛肉 半个月后 程咬金就崩溃了 陛下 您快让房医爱饶了俺家的牛吧 真的吃不消啊 那小子 天天要吃牛肉 老陈怎么藏都藏不住啊 这时间怎么会有这般无耻之人啊 再这么下去 俺家的牛真是岌岌可危啊 果然兔子急了都会咬人 程咬金你急了都会说成语了 岌岌可危这个词用的不错呀 陛下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俺的玩笑呢 哈哈 行了 现在确实没几头牛了 后面还得耕种呢 要不你看在朕的面子上 就放过他呗 哎 既然陛下都替程伯伯求情了 那就算了 原本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想送程伯伯一桩大功劳呢 哼 信你个大头鬼 就你这家伙 哪里会不好意思 那脸皮比程翔都厚 还送俺功劳呢 你不吃俺家牛就万幸了 老夫才不谢你的大功劳呢 既然如此 那就当我没说吧 陛下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告辞了 嗯 莫非这小子 又要拿出什么好东西了吗 自己可不能放过呀 哈哈哈哈 一爱啊 难道朕找你就 就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吗 算起来 朕与你又半个月没见面了吧 朕可谓时刻惦记着你呢 你喜欢吃酱牛肉对吧 高公公 通知御膳房的 立马搞一个酱牛肉出来 朕要让一爱吃的满意 吃的开心才行 陛下 您别这样 我害怕 我把东西给你辩饰了 真是个好孩子啊 高公公 快回来 酱牛肉不用做了 朕还是要以身作则的 不能杀牛的 陛下请看 就是这个东西 咦 这什么东西 看着怎么有点像是用来耕地的梨啊 陛下英明 这就是梨 不过这是 我改进之后的屈原梨 效果加倍 哦 那你说说 这个屈原梨有何功效呢 比之前的梨好多少呢 回陛下 这个屈原梨 操控笔之梨 要更加的灵活 而且可深可浅 甚至于耕地所需要的力道 都减少一大半 简单点的来说 原本耕地需要两头牛 现在耕地只需要一头牛 甚至于靠人力 都能够耕地 不需要牛 不需要牛 人力都行 这怎么可能啊 如果人力都能够耕地的话 那岂不是能大大增加了耕种面积 能够增加好几成的粮食产量吗 若是真的 这又是一个造福天下的大宝贝呀 我去 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东西啊 陛下不信的话 可以自己造一个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不错 朕待会就拿去公布 让他们所有工匠合理 将这个屈原梨打造出来 然后去试验一下 不过你小子怎么会想到 发明这个玩意的 嘿嘿 这还不是心疼陈伯伯家的牛吗 就想着 让牛的作用小一些 这样陈伯伯家以后耕地 才能比较轻松吗 妈的 你小子早不说晚不说 偏偏这个时候说 分明就不想这样啊 而且看陛下这样子 估计也要不回来了 心动痛了 这房医埃还真是个人才啊 一定得让他成为朕的凝聚 成为一家人才行啊 医埃啊 你给朕送了这么大一份功劳 朕怎么也要补偿补偿你才行 这样吧 朕带你去后宫转转如何呀 陛下 这 这不太好吧 妈呀 大唐的男人 这么大方的梦 这要是答应了 自己还能活到明天啊 这又啥不好的 别跟朕客气了 Let's go 老头 你疯了吧 你这么砍下去 是不想要我这儿子了吗 快住手啊 不要也罢 老子今天非抽死你这腻子 一天天就会给老夫惹祸 房价迟早有天会毁在你手里啊 瞧您这话说的 至于吗 我不就是打了长孙冲一顿吗 有啥大不了的啊 妈的 你个无知小儿啊 你知不知道长孙家在朝堂的影响力啊 要是背地给你使绊子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怕他各毛啊 大不了同归于尽 再说了 谁让长孙冲喜欢常乐呢 我绝对不允许 有情敌存在 你小子疯了不成 之前不是说不娶公主的吗 爹你误会了 我只是不娶高阳公主 又没说不娶其他公主啊 再说了 今天陛下还偷偷带我去看了眼 常乐公主呢 当时第一眼 我就心动了啊 所以出皇宫后 我第一时间就想着 去警告下长孙冲 没想到 那小子不听话啊 感情根源在这儿 陛下 陛下 您这是蛮拿出啊 怎么能拿常乐公主 来又获这意思呢 那你小子也不能打人呀 应该公平竞争才是啊 现在长孙无忌已经到陛下那边告状了 你说咋办 爹 这个简单 我早就想好对策了 咱们趁着长孙无忌 还没有越描越黑 快点进攻面上 御书房内 陛下 您看看冲儿都被打成啥样了 您这次一定要严惩 这房一案啊 莫非是自己的引诱起作用 这小子喜欢上了常乐 这才找长孙冲麻烦的麻烦的 方一爱 你小子为何无故打人啊 卧槽 我为何打人 你不清楚吗 要不是李二你带我逛后宫 我会对常乐心动吗 会对长孙冲动手吗 陛下冤枉啊 这说起来 我算是为了您和皇家打的 哦 此话从何说起啊 陛下您有所不知 近亲是不能通婚的 而这长孙冲竟然在外宣扬 常乐公主要嫁给她 这不是犹辱皇家的名声吗 什么 近亲不能通婚 哼 房一爱你少胡说八道 表亲通婚自古便有 这叫亲上加亲 你说不可就不可 你算老几啊 切 你个蠢货 看来还是没把你打清醒啊 难道自古有之 就一定是对的吗 陛下 我曾调查过 如果三代内夫妻 有血缘关系的 有很大几率 是生不出来孩子 即便生出来 多半也会夭折 或身体上有所缺陷啊 此话当真 若真是如此 自己没有把常乐嫁给此 及当儿媳妇 倒是正确的决定啊 陛下 您若不信 可以去调查 若调查结果为真 您便可照令全国 禁止表亲通婚 如此一来 每年至少可避免 数万新生而夭折 这可是一件 立国立民 功在千秋的伟绩啊 我敢保证 即便过去数百上千年 是人都不会忘记您 这位大唐圣天子的 立国立民 功在千秋 这要是真如防疫爱所说 那这威妄绝对能大大提高啊 黄德 马上派人去查一下 结果出来及时上报 是 陛下 陛下 现在您知道 我的良苦用心了吧 我这一切 都是为了皇家着想啊 要是没啥疑问 这事咱们就翻篇了吧 陛下 万万不可啊 不论表情不能同婚一世 是否为真 秦勇为一重伤 无而都是事实 有道是一马归一马 若不言成秦勇 知国家律法和朝廷威严于何地啊 是啊陛下 您若不言成防疫爱 我长孙家就彻底沦为笑柄了 还望陛下秉公执法 妈的 这两个别孙还真是要住不松口了啊 陛下 我之前献出屈原理 您还没给我赏赐呢 要不公过乡邸了吧 嗯 朕不是带你去 我去 差点把这件事说出去 要是被人知道自己堂堂皇帝带外人灌后宫 朕不得被人笑死 这防疫爱真是够鸡贼啊 竟敢凌晃晃的危险阵啊 是 是 伏鸡 冲儿啊 防疫爱之前被大唐贡献了屈原理 那万一可是能够增加好几成的粮食产量 朕还没来得及奖赏呢 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到时候 听下百姓也会记住你们的 陛下你好天心啊 回到防府 防玄灵一脸欣喜看着防疫爱 爷了 没想到这件事 你这么轻松解决了 当真是让被复瓜木香看了 嘿嘿 爹儿子长大了 以后咱浴室要冷静嘛 别打打杀杀怪吓人的 嘿嘿 你现在为父倒是比较放心了 就是你大哥那个孽障越来越不懂事了呀 嗯 爹 大哥怎么了 哼 说起那狗东西 咱就来气 为了地方上的百姓 连亲爹亲妈都不要了 真是太过于衣服了啊 这样下去迟早完蛋了 不至于吧 大哥这怎么说 也是亲戚百姓啊 哼 那为何要待在那个一亩三分地呢 就不能回到京城嘛 一样也能心系百姓嘛 呃 爹 那要不我去敏州 帮帮大哥 帮助那边的百姓脱贫 这样大哥应该就能放心回京当官了 咦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不过就怕陛下不肯放你离开啊 呵呵 要是真不能离开 我也可以训练一批人出来 给大哥送过去嘛 哈哈 那这样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呵呵 爹 您可不能耍赖啊 不是说好 要把长乐嫁给我吗 怎么能反悔呢 看娘的 快给老子撒手啊 遗体都蹭龙袍上了 还有你小子瞎叫什么 咱啥时候 说要把长乐嫁给你了呀 陛下 您怎么能这样啊 需要的时候 叫人家小爱爱 不需要 就把人家 踢到一边了 之前明明说 要把长乐 许配给我的 朕只是说 帮你问问长乐的意见 可是长乐说 他未来的夫婿 必须文武天下第一 不然谁来都没戏 你房一爱 就是一个文不成武不救的玩意 长乐他看不上你啊 陛下 你没开玩笑吧 文武都要天下第一 这怎么可能啊 您怕是想让长乐公主 孤独终老吧 放屁 你才孤独终老呢 大不了朕 就进行招亲 让天下青年都来参加 文武第一的 便可取长乐 陛下 您这又是何苦呢 就算真选出来了 长乐公主 也不一定会喜欢啊 毕竟感情这种东西 还是要看演员的啊 陛下 我跟你说 这就像是我第一眼 看到长乐公主 我就喜欢上她了 未来 哪怕有更美的女人 也不会再入我眼啊 所以陛下啊 找驸马 还是要找对 长乐公主好的人 比如我 我必定会对 长乐公主好的 从头到脚的好啊 而且你之前 还答应我 让我跟长乐公主 吃一顿饭 你都没信守承诺呢 现在还拿这种假话 来敷衍我 您这样 也太不到 得了吧 闭嘴闭嘴 这也是服了你了 不信是吧 走走走 朕带你问长乐去 父皇 您怎么来了呀 这混账 不信你要找一个 文武天下第一的人 说朕不信守承诺 他还说着驸马 要找会对公主好的 来 狗东西 你说 长乐就在你面前了 你自己说吧 我 我 你这狗东西 脸怎么这么红呢 身子怎么还在颤抖呢 你什么你 再不说话 咱就走了 我 我 房一爱 见过公主 这房一爱倒还挺可爱的 长乐 见过房公子 父皇说的 就是我想的 我的驸马 就是要文武天下第一 好 知道了 告辞 这耸货 骂朕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长乐你可真是他的克星啊 行了 朕也走了 可不能让他在后宫乱跑 你这小子 咋回事呢 咋就耸了呢 朕还说 让你跟长乐吃一顿饭呢 你怎么就放弃了呢 真是可惜了 现在知道朕没有骗你了吧 陛下 那啥咱们大唐 武力最强的是谁啊 你这小子 还没放弃呢 咱们大唐战神 乃是秦琼 真正的武力天花板 程咬金 玉尺公那几个人合起来 还不够秦琼打的 你有本事 就让他收你为徒吧 那陛下 长乐公主啥时候 开始招亲啊 这个嘛 长乐两年之后才会嫁人 不过这两年内 随时都有可能招亲 这么急嘛 算了 为了心上人 拼一下 又如何呢 陛下 那俺就先告退了 秦伯伯 我想拜你为师 希望您能传授我武艺啊 怎么 你爹让你来学武的吗 我爹还不知道呢 哈哈那你小子 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呢 因为陛下说 您是大唐战神 大唐武力天花板 真正的第一人 而我想成为武力天下第一 就得拜你为师 啊 陛下跟你推荐我的吗 行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秦伯伯您问 小知我一定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无妨 不是什么大事 我只想知道 成为武力天下第一 你是想从军保卫大唐 还是为了什么 呃 我想取长乐公主为妻 长乐公主说 她未来驸马 要文武双全 都要天下第一 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我打算先让武力 变成天下第一 哈哈 好 不想成为驸马的武夫 就不是天下第一武夫 你这个徒弟我收了 若是想成为天下第一武夫 其中要经受的折磨 可是很多的 你可能忍受 其实天下第二 第三也不错 不 既然练武 那必然要成为天下第一 呵呵 行 那你现在回去 就跟你爹说 我收你为关门弟子 明日 让你爹亲自过来吧 爹 干啥呢 快出来 哼 大呼小叫的坐肾 没个体统 哎 这是一爱自己家 喊两句咋了 老房你就是管的太多了 爹 我是来告诉你 秦伯伯要收我 为关门弟子了 他让爹 你明天去一趟 嗯 哪个秦伯伯 我不是秦琼 秦大哥 一爱 你说 是不是秦琼 没错 就是他老人家 卧槽 关门弟子 你小子可不要开玩笑 真的是关门弟子吗 老房 若不是关门弟子的话 秦大哥让你明天过去一趟坐肾呢 也是 哈哈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好恩子 可真给你爹挣了脸面啊 爹 你跟秦伯伯 关系不是极好吗 周围关门弟子 你咋这么激动啊 你懂个屁 关系再好 也只不过让秦琼指导你武艺 但是关门弟子 那可是将毕生所得全部都传授于你 不说其他的 这可不是靠关系好才能来的待遇 程咬金跟秦琼关系好吧 他哭着求着让秦琼收他儿子徒弟 那也只不过是普通弟子 连清传都算不上 而你是关门弟子 在你之后就从无弟子了 你夸自己儿子就夸呗 怎么还一踩一捧的呢 师父 你倒是清典啊 师父 我可是你的宝贝徒弟啊 您下手怎么这么重啊 为何要将他绑起来 这般毒打啊 启禀公主殿下 父亲这是为了锻炼防尸弟的抗击打能力 可尸弟又太怕疼 太能跑了 父亲无奈之下 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正好让这小子吃点苦头 省得一天天跟这没大没小的 父皇您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这样下去可是会打死人的呀 丫头你不必担心 老秦下手又轻重 真是痛一点 根本伤不到骨头 也就是防医爱天赋好 换个其他人来 哪怕十几年的毒打 都无法成为天下第一呀 陛下说的是 防尸弟的天赋是真的好 短短几日就超越了 我十多年的苦力啊 没想到这防医爱 就因为自己想要天下第一的驸马 竟然愿意忍受这么痛苦的过程 师父啊 你瞧你都打累了吧 下次何必这般用力呢 咱们轻点啊 哼 你说说你 为时都把压箱底的本事教你了 你怎么就是不出师呢 非要在这待满一个月 如今的你 虽然不是天下第一 但年轻一辈 你已经可以横扫了 妈的 还不是 那什么狗屁系统 非得让自己 安一个月打 才有奖励 不然自己吃饱 撑着找充啊 师父 因为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啊 阁楼上 常乐公主被防医爱的那一句 我要成为天下第一 彻底的打动了 父皇 咱们回吧 我有事对你说 防医爱啊 真有你小子 自己这闺女 估计是要沦陷了呀 行 咱们回宫 医爱啊 刚刚陛下来过 还带着常乐公主呢 她们都已经看到了 你的表现了 什么 师父 你咋不早说呢 早知道 我就不哭不喊了 男人一点了 你这不是让我丢脸吗 妈的 早知道 常乐公主要来 自己怎么可能会求饶呢 必然会说 师父吃饭了没呀 用力点 就是这个劲 用力 来呀 这不是陛下不让说吗 我哪能提前告诉你啊 不过你小子也不用太担心 这样的表现 说不定效果更加呢 但愿吧 行了 这一次陛下他们过来之后 就不会再来了 你出师吧 我是真的不想打你了 这怎么能行的 要是走了 系统说好的奖励 几乎是就泡汤了嘛 师父 不要赶我走啊 我真的要待满一个月啊 你的努力常乐公主 今日都看到了 为何还非不肯走呢 为了大唐战神的名声 身为师父的关门弟子 我必须要无敌 全方位无懈可击 没想到你小子悟性竟然这么高 那为师接下来必定会好好的揍你 训练你的 师父 倒也不用这么认真啊 差不多就行 逆子啊 这些酒老夫平时可是一滴都舍不得喝啊 你怎么敢这般糟蹋啊 老子今天跟你拼呢 爹 您先别冲动 听我解释啊 还解释个屁 酒都被你糟蹋了 解释还有用吗 爹 这些酒并没有被糟蹋了啊 不还在锅里吗 我只是通过蒸馏的方式进行提唇 提唇后的口感绝对比您之前的酒还好啊 不信您先尝尝 要是不满意 您再打我也不迟啊 是啊 房大哥 一爱提唇后的米酒 口感比之前好了不知多少啊 您尝尝就知道了 且 那老夫就试试 要是不满意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这 这酒香味竟如此浓郁 而且口感也足够猛 足够辣了 当真是好酒啊 爹您现在还心疼 那些米酒不 不心疼了 咱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喝过这等好酒呢 不过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酿酒啊 还不是陈伯伯一天天缠着我 非要什么好处 我这才想着和他一起做点生意来着 好啊 感情还是因你常咬尽而起啊 干嘛不拿你家的酒来实验啊 房大哥 瞧您这话说的 一开始俺也不知道提纯出来后的米酒 口感这般好啊 哼 那这酒现在可有名字了吗 爹 这名字还没来得及取呢 随便取个就行 只要酒好喝 人家也会来买的 那怎么能行 这酒要是发行出去了 可是会名扬天下的 怎么能随便取名字呢 既然是用了老夫的酒 要不就叫房酒如何 早知道一开始用自己的酒了 房玄灵就带着房一爱前往皇宫 陛下您快尝尝 这是一夜这小子自己提纯的米酒 看看味道如何 感情你小子又整出好东西了呀 朕尝尝看 好酒啊 当真是好酒啊 不过房向你们今日前来 不单单是为了给朕送酒的吧 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陛下 陈这次携犬子前来是为了求亲的 还望陛下能够将常乐公主许配给一夜啊 卧槽 果然黄鼠狼给鸡败你 没安什么好心啊 那个房下啊 常乐如今年岁尚小 谈论婚事太早了 咱们可以慢慢商量的来 而且房一爱也还小 不着急成婚嘛 陛下 我哪里小了 您之前可是答应我 献出火药配方 就把常乐公主取配给我的 怎么能反悔呢 咦 陛下您换手机了 嗯 我刚在爱回收上 买了台二手iPhone14 Pro Max 比新机便宜的四千多 爱回收是专业回收手机的省市公司 他们家买的二手手机 都是自己回收的精权好货 官方之前七天无理由退换 一年之宝 总之买卖二手手机 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 哼 朕哪里反悔了呀 之前不是让你自己问过常乐了吗 他不是说喜欢天下第一的男子吗 你现在天下第一了吗 陛下 秦伯伯说我目前的实力 也算是年轻一辈的翘楚了 距离天下第一 已经指日可待了啊 是啊 陛下 不如先让他俩把婚事定下来 先培养培养感情嘛 哎 此事让朕再考虑考虑 你们先退一下吧 他娘的看来得再拿点好东西出来 不然这里还是会很松口啊 陛下 臣有一法子 能让旷言也能变成经验 不知道您想不想知道呢 一爱 玄灵 你俩怎么还跪在地上呢 快快起来 你们且在这里等着 朕这就去问问常乐的意见 气死朕了 真是太可恶了呀 观音毕你知道吗 房玄灵那个老东西 带着房一爱在逼宫 逼着朕次婚 把常乐嫁给房一爱 气死朕了 陛下 您且息怒 房向向来懂事 这一次怎么就这般了呢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房一爱这一个男子 陛下 直接拒绝便室 看他们还能闹出何事来 哎 房一爱这孩子足够优秀 但是脑子一根筋 朕也怕他再闹出啥事情来 还有房翔跟了朕这么久 朕也不能保了他的面子 那再怎么样 他们也只是臣子 陛下的脸面更加重要 这一次退步了 下次呢 咱们坚决不能剖鞋呀 我说 自己好像演过头了 那啥 朕就是说说气话 主要是房一爱说 谎言也能制作成经验 言对大唐的重要性 你也懂 朕心动了呀 陛下 您直说便是 何必弯弯绕绕的呀 哎 朕就是有些不甘心 这么快就把婚事确定 但是你大不中留 你可不知道 常乐还派宫女 偷偷去给一爱送药了呢 什么 常乐做事向来恪守礼仪 这一次居然去给房一爱送药了 这 这 果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是啊 你说 现在咋整 那就赐婚吧 赐婚之后 房一爱便是驸马了 总是会报效大唐 陛下也能更放心一些 行 那咱们先问问常乐去 看看她的意见 常乐呀 房玄灵带着房一爱来求亲了 真想问问你的意见 你是怎么想的 是啊 常乐 你是何想法 父皇和母后都听从你的意愿 呃 这个 这个臣都听父皇母后的 哎 看来那狗东西真把自己闺女拐走了呀 行 朕知道了 爹 你说这次能成步 常乐真愿意嫁给我吗 呃 若是那要真是常乐公主给你送的 应当有八成把握 怎么才八成啊 妈的 你小子觉得八成还少吗 哼 狗东西 明日 把旷延的方案交给高公公 你俩赶紧滚 朕不想看到你们了 啊 陛下 那这常乐咋说的 常乐公主当然是同意了 是不是傻 多谢陛下 臣等告退 老高 你说 房一爱这个狗东西配得上常乐吗 配不上 哼 朕也觉得这个狗东西配不上朕的常乐 这房一爱又蠢又笨 没脑子 就那么一点小聪明 搞点食言罢了 有何大用啊 这种人居然获得常乐的青睐 真是可恶啊 长得又没朕帅气 不管文武都不是朕的对手 一点大用都没有 简直废物啊 这个房一爱 是是 房一爱就是废物 没错 房一爱简直废物的不行 街边的乞丐都被比他厉害 有个屁有 这种狗东西 真真想弄死他 唉 老狗你值 赐婚 明日去一趟房府吧 是明以为把女儿许配给我 我就会为他当牛做马 没想到我直接翻脸不认人了 他娘的 几个意思啊 合着现在娶到常乐 就啥都不干了嘛 不错 您不愧是我的好岳父啊 以后您有事别找我 没事更别找我哈 天下 怎么会有这一般无耻之人啊 哼 你就不怕朕对房家动手 你就不怕朕毁婚吗 陛下您 可是九五之尊 一言九鼎啊 而且圣旨都已经下达了 岂会毁婚呢 再说了 我房家世代忠良 功劳极大 陛下您应该 不会泄墨杀驴吧 卧槽 感情这种东西 是吃冰自己的呀 如果真动手了 还真就成为婚君的呀 哼 狗东西 你果然不笨 装怂这么久 总算是露出真面目了 可恶 可恶啊 你给朕挡着 爹 陛下都走了 出来吧 您真是够怂的 儿啊 你这又是何必呢 虽然你现在娶了公主 可还是要和陛下 保持好关系才行呢 切 反正常乐公主 已经骗到手了 我才不会傻傻的 继续当牛做马呢 以后 我就老是待在家里 傻也不干 坐等两年后 跟常乐公主成亲 傻孩子 你如今已经被陛下盯上了 想过这样的日子 估计很难了 气死朕了 观音币 咱们被房医爱那狗东西 给骗了 别看他平时老老实实的样子 实际就是一个小狐狸 之前那般乖巧 全都是装出来的呀 现在亲事定下来了 他直接翻脸不认人了 还跟朕说 以后啥事都不要找他了 他都不会干的 简直就是个畜生啊 陛下 遗爱现如今还年幼 以后就会懂事的 您也不必生气 男子先成家再立业 他连家都未成呢 如何立业吗 您再给他一点时间 总会好的呀 先成家后立业 那岂不是朕还要等他两年吗 总不能说 咱们提前将常乐嫁给这混账吧 朕可不愿意 既然他不给朕办事 那朕就拖着不把常乐嫁给他 看谁耗得过谁 对了 今天常乐来找我 说是妻子定下来了 虽不能见面 但想拖一下信 能够书信往来 这点小事 既然是常乐要求的 朕吩咐一声便是 书信往来 一日 仿佛 陛下您怎么又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朕就不能来看看未来的女婿吗 这是朕出宫的时候 常乐让朕给你送的一封信 卧槽 感情这个老家伙 是打算用这信件来要挟自己 真是可恶 怎么能各般无耻呢 重点是自己 还被威胁到了 您不就是 想让我去处理旷言吗 我去 行了吧 狗东西 朕岂会用这东西来威胁你 朕可是皇帝 从来不用这种手段 没想到朕在你心里 竟是这般形象 心都被你伤透了 信拿去 自己看信吧 朕走了 难道自己 真的误会了吗 敌二并不是 那种小肚鸡肠之人吗 还是说 有什么阴谋呢 算了 先看信再说 听闻你常在家中读书 恰好我也深喜读书 闲闻有利我甚为喜欢 曾读一本古都游记 感受那古都残骸的韵味 还有精怪 倒是充满向往 还有一本关于爱情的书 书名已忘记 内容只记得 书生报考状元 留女子一人 痴情等待十年 并未有结果 颇为心伤 不知你喜何书 宫中藏书众多 若有你喜爱的 我选上几本 给你送来 嘿嘿嘿 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 信已收到 见字如见人 天下书籍 我都有涉猎倒无特别喜爱 不过日后想必有利 精怪爱情等书籍 会得我喜爱 头回给女子写信 也不知说些什么 不如给你写一本小说吧 故事名为红楼 若是你喜欢 我便日日为你写书 红楼第一章 贾宝玉大战孙悟空 就这样 房依爱洋洋洒洒地 写了三张红楼梦 这才停了下来 卧槽 这信该怎么送进宫呢 好你个李二啊 感情在这等着我呢 李世民不让他闺女跟我谈恋爱 气得我直接在皇宫摆满火药 房依爱你个混账啊 朕不就是不让你进皇宫吗 你至于这样吗 陛下息怒啊 臣这是在为陛下分忧呢 没其他意思啊 你这算哪门子给朕分忧 你分明就是想把朕的皇宫给炸了呀 那怎么可能啊 常乐公主都还在皇宫里面呢 我怎么可能把皇宫给炸了呢 卧槽 这意思是 只要咱闺女不在皇宫 这小子就要把皇宫给炸了吗 房依爱 心事只是定下来了 可常乐还没进你家门呢 别想用这火药威胁朕 朕不怕 大不了 咱们同归于尽 陛下 您真的误会了 您先别生气 听我说嘛 屁快放 是这样的 臣之所以把火药拿过来 主要是想告诉陛下 如今在长安城 这些硫磺消失之类的 还是很容易买到的 臣轻轻松松就可以配置出这么多火药 这怎么能行呢 像这种战略性物资 必须要管控起来 否则日后 火药大量使用了 必定是会被人分析出里面 含有的东西啊 这些和你小子把火药堆满镇皇宫 有个屁关系 明明就是拿火药来威胁自己的 不过 这小子所说的事情 倒也是个问题啊 这些镇知晓 但若是由朝廷管控这些东西 只怕火药配方泄露的就更快了 嘿嘿 陛下 我倒是有个办法哦 那你快说说 是何办法呀 那这个是不是麻烦 您帮忙送一下呢 啊 我以为这一次能恶心到防一爱将其拿捏住 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是自己被拿捏了呀 哼 老高 把信给常乐送去 是 陛下 现在可以说了吧 嘿嘿 当然没问题 其实咱们可以用经商来解决这个事情 萧石和硫磺都是有产地的 只要陛下派心腹去收购这些产地 之后再自己进行贩卖 神不知鬼不觉 不管卖给谁 只要控制好数量 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而且只要掌握了产地 日后卖多少硫磺 萧石不都是陛下 您说的算吗 若是有人大批量的购买 不就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问题了 哈哈 这个办法好啊 朕怎么没想到呢 真不会是朕的好女婿啊 哈哈哈哈 既然问题解决了 那我以后跟常乐公主通信的事情 是不是您就不阻拦了啊 咦 陛下 你这是新买的苹果15 Pro 不 这是我在人人租平台租的 据划算 这台7999全新的苹果15 Pro 现在租一天不到11块钱 一年下来 只要官网价五折 年年换新机无压力 除了手机还能租相机 游戏机啥都能租 租东西就找人人租 万物皆可租 省钱上人人租 嘿嘿 老子今天差点被你吓死了 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你了 哎呀 依爱 朕这耳朵咋回事呢 似乎是出现问题了 咋听不到了呀 哎呦 好痛好痛 你先走吧 有什么事情 等朕病好了再说 朕先去看看御医 好你个李二啊 真是翻脸不认人啊 好处都拿了 事情咋就不给办呢 太可恶了 当真是过分啊 在后宫 常乐公主看着 房依爱送来的信件 里面除了甜言蜜语 还有几张房依爱 编写的小说 房依爱写的也太好了吧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文采 果真是文武双全啊 不行 这么好的故事 我要带去给母后看看 一日 房依爱写好红楼后续 想送进宫去 又被拦了下来 别瞎走了 姑妈不能进入皇宫 如果想杂就杂吧 反正常乐公主还在里面呢 我去 这里是民事铁了心 不给自己送信啊 这是打算 已经自己一波了 哎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种老套杖的 哪有这样当岳父的 婚事都定下来了 居然还从找自己 跟常乐公主增加感情 真是太可恶啊 关键自己 还拿他没办法 哎 现在 就能够在家里 等着这老家伙 过来跟自己谈条件了 两日后 常乐 房依爱还没送信过来吗 红楼的后续剧情呢 没有呢 母后 怎么回事 两日时间 多少一张也该写出来了吧 为何一点信件都没有呢 平时看着一个老实孩子 咋如今回个信都这么慢呢 母后 可能房依爱 被什么事情拖住了吧 她没有什么事情 来人 将高公公喊过来 拜见 皇后 娘娘 房依爱这几日在作甚呢 房公子这几日一直都在家中 并未外出 哼 在家中怎么就没有时间写信呢 都几日了 她为何还不给常乐回信呢 你让她去问问房依爱 是什么事情签诞住了她的回信吗 回皇后娘娘 其实是陛下不让房公子将书信递过来的 陛下不让房依爱通信 这是为何呀 高公公便把李世民和房依爱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陛下也真是的 怎么跟一个孩子置气呢 行了 龙嬷嬷 你去一趟吧 并且跟房依爱说 每日本宫都会派你过去 让她提前准备好 是 娘娘 说什么 皇后让人去拿信了 是的 陛下 这都能让她翻盘了 这混账啊 气死朕啊 接下来李世民就没法阻拦了 而常乐和房依爱的感情也是迅速升温 爷呢 你大哥遇到困难了 你小子鬼点子多 要不去趟外地 帮帮你大哥吧 那我跟常乐的书信咋办啊 还有皇后娘娘的红楼 要写呢 而女情长乃是小事 皇后那边 她也能理解的 你总不希望 两年后你跟常乐公主成亲 你大哥都没办法过来吧 行行行 也就你是我爹 他是我亲哥 不然我才不带去的 发布直线任务 带常乐公主私奔 任务成功后 奖励顶级商业思维 什么鬼 带李世民女儿私奔 记同你是认真的吗 我带着常乐公主私奔 是名气得连皇位都不要 皇爷 你说 你想怎么死 是想被乱剑穿心而死啊 还是从这里跳下去 游回长安累死啊 放心 朕乃大唐皇帝 这个要求还是能够满足你的 陛下 那个我想老死行不行啊 妈的 你还想老死 怕是还没睡醒吧 这普天之下 谁敢拐走公主啊 嫦娥这么乖巧的孩子 都能跟你私奔了 这要是传出去 皇家的脸还往哪放啊 现在朕恨不得包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精 把你拿去喂狗 能让你选一个死法 已经是朕人至义尽了 你懂不懂啊 该死的防疫爱 我喝醉后 敬和李渊称兄道弟 为何把李世民给整崩溃 混账 混账啊 你快给朕下来呀 我才不下去呢 这是我新认识的兄弟 他尿得没我厉害 以后我就是他大哥了 大哥骑在小弟身上 有问题吗 混账 你知道他是谁吗 妈的 这兔崽子拐 找自己闺女也就算了 还要和自己老爹当兄弟 他是想和朕个论个的吗 我当然知道 他是谁啊 他是我小弟啊 他是朕的父皇 当今的太上皇 你竟敢欺他身上 是想死吗 这家伙是李二的父皇 还别说真有点像了 陛下 他是你父皇 那我是他兄弟 那我岂不就是你叔叔了吗 波曹 你是李渊 呵呵 没错 真就是 我去 我刚刚竟然和太上皇比妙妙 还赢了对方 这次死定了 不得被李二给九族消消乐了 那啥 今晚月色真好啊 我先自发一谈 对了 可恶啊 这混账 居然还敢装睡 可恶至极 来人 给朕拖下去 重重的给我打 是 陛下 父皇 这小子毕竟是长乐的驸马 而且也算是个人才 还望您别跟这家伙一般见识啊 呵呵 朕愿赌服输 这小子的确是赢了 所以他这么说也没错 他是朕的大哥啊 蛤 啊